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传统的日式庭园和神社而文明于世 这座城市融合了历史和现代元素 是游客了解日本传统文化的理想之地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探索京都的传统日式庭园和神社 体验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一、日式庭园的美学 京都的日式庭园被视为日本原艺艺术的最高峰 这些庭园注重自然景观的巧妙设计 融合了山石水井植物和建筑 创造出和谐的美感 二、龙安寺石庭 龙安寺石庭是最著名的日式庭园之一 以其简约而深邃的设计文明 这座庭园由白沙和15块石头组成 石头的排列方式意味着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 都无法同时看到所有的石头 这种设计引发了无数的哲学思考 成为静思冥想的绝佳场所 三、桂黎宫 桂黎宫是京都另一个著名的庭园 以其精美的景观和建筑而闻名 桂黎宫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的园林艺术 但又融入了日本独特的美学元素 这里的建筑和庭园完美结合 游客可以在此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变化 四、银阁寺庭园 银阁寺又名词赵寺 其庭园融合了池泉回游市 庭园和枯山水庭园的设计元素 池泉回游市庭园以其中心的池塘和环绕的步道为特色 而枯山水庭园则以其象征性的沙石组合营造出山川景观 这里的景观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深意 体现了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理解 五、神社的神秘与庄严 京都拥有众多神社 这些神社不仅是宗教场所 也是文化遗产的象征 每座神社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探索几个著名的神社 六、福建道合大社 福建道合大社以其数千座红色鸟居文明 是京都最受欢迎的神社之一 这座神社供奉的是道合神 被视为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守护神 沿着通往山顶的鸟居隧道漫步 游客可以体验到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 这里的鸟居象征住通向神界的门户 每一座鸟居都是信徒捐赠的 代表了对神民的敬意和感谢七、八板神社 八板神社位于京都的祁园区 是京都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这座神社以其华丽的建筑和 每年七月举行的祁园祭文明 祁园祭是日本最著名的祭典之一 吸引了无数游客和信徒前来参加 八板神社供奉的是宿坚乌尊 是日本神话中的重要神奇 这里的祭典和仪式充满了历史和文化意义 八、清水寺 清水寺虽然更像是一座佛教寺庙 但它的主要建筑和氛围与神社相似 这座寺庙以其悬空于山坡上的舞台而闻名 游客可以在此俯瞰整个京都市区的美景 清水寺的名字 源自寺内的清泉 据说这里的泉水有治愈的功效 清水寺不仅是信仰的中心 也是京都的文化象征 九、京都的传统文化体验 除了庭园和神社 京都还有许多其他传统文化体验等待着游客 例如茶道、和服体验书道和花道等活动 都是了解日本文化的绝佳方式 游客可以参加茶道课程 学习如何正确地泡茶和品茶 体验这种古老的仪式 此外穿上和服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 也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总而言之 京都是一座充满魅力和历史的城市 其传统日式庭园和神社展示了 日本独特的文化和美学 无论是静思冥想的庭园 还是充满神秘气息的神社 京都都能带给游客一种心灵的平静和文化的洗礼 如果你计划前往日本 京都绝对是不可错过的旅游目的地 通过探索这座城市 你将会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日本的传统文化